吃过晚餐 聊了一阵 克莱恩坐到客厅单人沙发上 拿起刚送来不久的阿霍瓦晚报 悠闲地展开阅读 班森苦着张脸 坐在妹妹对面 身前是被拉擦拭得非常干净的餐桌 是文法书籍 古典文学 会计教程和钢笔纸张 与她类似 梅丽莎面前也摆放着教材和文具 包括但不限于笔 纸 尺 原规等物 这让我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还是教会周日学校的一名学生 班森抱怨了一句 但依旧低下了脑袋 认真学习 不错 这种场景让我很有做家长的成就感 克莱恩笑笑道 知识改变命运 努力铸就辉煌 后面半句是我刚编的 我也不知道罗塞尔有没有说过 她暗自付匪道 房间内很快变得安静 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和书本被翻动的声音 贝拉早已清洗好餐具 整理好厨房 回到了她位于一楼的卧室 也就是原本的小客房 克莱恩读着报纸 时不时喝口稀薄红茶 和哥哥 妹妹聊上几句 过得非常惬意 突然 客厅和餐厅的煤气灯同时变暗 仿佛失去了充足的燃料 班森和梅丽莎不分先后的抬起脑袋 望向灯具 试图寻找原因 克莱恩也将视线投了过去 就在这时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轻碰了自己的胳膊一下 除了他 没有活人的客厅内有什么东西碰了他的胳膊一下 汗毛豁然一炸 克莱恩手臂一缩 扭头望去 看见了五根细小苍白的手指 他们长在红色的舌头顶端 下方有一颗又一颗的不规则尖牙 克莱恩先是探手摸向口袋 那里有沉眠与安魂符咒 旋即看见那五根婴儿一样的手指抓着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纸 信 信使 克莱恩猛地松了口气 这个时候 抓着纸张的五根苍白手指又轻轻碰了他的手臂一下 克莱恩望向正要站起检查煤气灯的梅丽莎 左手轻巧一抓 握住了信指 然后飞快缩回 躲于报纸下方 紧接着 他眼角于光瞄见苍白的手指 红色的舌头和不规则的尖牙瞬间暗淡 消失不见 心中一动 克莱恩亲扣左边牙齿 悄然开启了灵视 他又看见了那五根细小到不正常的手指 看见了香满白色尖牙的长掌红蛇 看见他们缩回地面上的无眼无鼻透明脸孔内 一秒钟后 这脸孔钻入了地下 客厅和餐厅的煤气灯光芒随之恢复了正常 奇怪 梅丽莎嘟囔了一句 认真检查了许久也没发现问题 为什么我们家是女孩子负责这种事情 而男士就在旁边看着 克莱恩摇头失笑 关闭了灵视 当灵体内生物愿意被人看见并有相应的能力时 普通人也可以发现他们 刚才就是一个例子 彼此交谈了几具煤气灯的问题后 莫雷蒂家又变得安静 班森和梅丽莎再次投入了知识的海洋 克莱恩则借助报纸的遮掩 单手展开信指 加于内页 阅读起来自死领导师戴利的回信 双引号 我必须再强调一遍 我更喜欢通灵者这个称号 你询问的事情 我给予肯定的答复 是的 通灵术也能用在活着的生物身上 记住 不仅仅是活着的人类 但是 这会相当麻烦 也有不小的危险 死者残留的魂灵是纯粹的 没有太多杂志 没有纷乱的思绪 可以没有阻碍的沟通 提出问题 获得答案 当然 你也可以在这一部附加梦境占卜的技巧 直接看到对应的画面 而活着的人类不行 他本身的意志依旧存在 抗拒着没有保护的灵与灵之间的沟通 看到这里 克莱恩嘴角略微抽动 确认回信者是戴利本人 没有保护的沟通 真是他说话的风格啊 抬头望了眼妹妹和哥哥 克莱恩继续看起后面的内容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靠本身强大的灵性和精神的通灵技巧 战胜对方的意志 粗暴的进行沟通 二是借助一些药物辅助 让对方放松下来 我最常用的就是安曼达纯露和灵之眼药水 呵呵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没有印象 进入正式的通灵环节后 你必须注意 不同于和死者残留的魂灵沟通 这个时候 你本身也是在灵体状态 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灵性进入了对方的灵性世界 注意 对于专业的通灵者而言 不会缺乏这种状态下的自保技巧 但你不行 我掌握的那些技巧即使告诉了你 你也无法学会 或者说运用出来 所以你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足够的理智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抵御住对方杂乱思维混杂成的风暴 来到他的灵体前 与他进行沟通 嗯 这个时候 是心智体层面的沟通 在这个环节 你同样有两种选择 一是用上技巧 强行读取对方的记忆 但你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你无法知道读取出的东西是否就是你想知道的事情 而一个人庞大的记忆如果不做分辨地接收 很有可能压垮你的灵体 并且 这会严重损伤甚至摧毁掉目标的灵魂 对于非专业的通灵者 我不建议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种选择是 温柔地和对方的心智体沟通 不管是采用了粗暴的手段 还是借助了药物 目标这个时候都必然处于浑恶的状态 几乎不可能撒谎 不 你不能回想你的遭遇 虽然我知道你肯定记不得了 对不起 戴笠女士 当时我很清醒 克莱恩在心中笑了一声 视线下疑 看向书信的后面部分 这样的沟通能让你得到真实的答案 但不一定是所有的真实答案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只要接触过新闻学的人 都听说过罗塞尔大帝的那句名言 具体内容我不太记得了 大概要点是说真话 只说真话 说全部的真话 总之 灵体不一定记得所有的事情 因为很多记忆都在他的潜意识中 甚至集体潜意识里 哦 我不该提这个 邓恩称呼他为心理炼金会的邪恶理论 所以 你必须懂得诱导 善于设计问题 你明白吗 具体的技巧有 以上都属于正常情况 对于一个疯掉的非凡者 我们在进行通灵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呢 依然是足够的清醒 足够的理智 不能有一点恍惚 因为非凡者的灵性很强 因为疯子的灵体也充满混乱的想法 我举个例子 正常人的意识是岛屿 潜意识是岛屿藏在海面下的部分 集体潜意识是周围的海域 天空属于灵界 而非凡者的岛屿之上 有可以控制的火火山 疯子的岛屿上则火山正在爆发 动摇了底部 污染了海域 当你无保护与疯子的灵体接触时 它的混乱很有可能感染你 就像被污染的海水会跟着洋流 扩散向附近 嗯 这种情况下的通灵 略等于你把自己那片海域和对方的连通在了一起 因此必须足够重视感染的问题 几个例子是 某些通灵者做类似的事情时 粗心大意 没做任何保护 之后出现了与目标相同的精神疾病 正常来说 精神疾病不是传染病 但在神秘学领域 在通灵的世界里 它确实会传染人 保持自身的清醒和理智 不受对方混乱想法的影响 这是必须注意的事情 之后就是诱导提问 获得答案 疯子一样可以有效沟通 如果你希望尝试 我建议你提前服用宁静药剂 配方在停根式的查尼斯门后就有 成品也有 这能有效帮助你在通灵时保持清醒与理智 当然 你也可以让邓恩向贝克兰德教区申请援助 我很乐意见识一位序列期的心理医生封掉后的灵性状态 清醒和理智 这方面可是我的强项 被通灵的时候 我都能保持清醒和理智 当然 我不是自大的人 我依然会申请宁静药剂 申请安曼达纯露和灵芝眼药水 克莱恩松了口气 有些跃跃欲试 他放下报纸 站了起来 进入一楼的灌洗室 用灵性点燃纸张 将灰烬洒入了马桶 哗啦冲走 当晚 克莱恩再次尝试了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 将扬言符咒带回了物质世界 带回了自己的卧室内 与此同时 他没有等到预料中会很快寄来的阿兹克先生回信 也许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回想知识 也许 他暂时没空回信 或者是怕打扰到我的睡眠 克莱恩解除灵性之强 猜测了几个理由 躺到了床上 第二天 也就是周二上午 克莱恩进入黑经济安保公司 非常熟练地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 我们下午在哪里 然后 老师 坚持入黑经济